大家好,我是小春 在今天的主題開始前 咱們先來看一段影片 這次是小春 大九天手 左耀酷華樹 大九天手 千天一揚紙 大九天手 轉耀酷華樹 千天一揚紙 同服夜奔 月女劍法 好,再看完了剛剛的影片 有沒有回到了之前我跟靖哥打的時代 不停的出怪招啊 不過這招真的很厲害啊 直接廢了我兩個前排啊 趙小瑩 被技工觸發 使敵方前排 沉沒兩隻 持續兩回合 等於說你趙小瑩只要活在場上 基本上前排兩隻是永遠放不出技能的 哇,真的是超級屌的耶 哈哈 那這時候一定會有朋友問 那你為什麼不放後排呢 好,那咱們放後排再來打打看 自行劍 好,怎麼看 來 好 煙 召唤召唤 好,放後排的時候雖然可以贏了 但是還不是很穩定 主要就是因為我整隊的速度都贏天命哥 但是如果你想看看 如果對方是有含小贏的狀況下 但是你的速度跟對方相等 或是沒有贏過對方 那你基本上是會被廢了兩隻前排的角色 就像之前靜哥的元甄流 金倫法王流 再加上含小贏流 哇 其實有一些看似很奇怪的俠客 都有意想不到的用處 如果天命哥的 靈曹英速度高過我的獨孤求拜 或是他往前拉的話 那如果他先出手 我的獨孤求拜被冰凍 那我整個後排就被廢了 前排有韓小贏 後排有靈曹英冰凍 這個他只要輸入一贏我 我就會很頭痛啊 這隻真的是一隻被低估的俠客耶 跟之前的元甄一樣啊 之前還有觀眾跟我說 介紹了元甄流之後 有很多人都被元甄流壓著打 哈哈哈哈哈哈哈 不知道可不可以掀起一波含小贏流伍 哈哈哈哈 好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讓我們感謝天命哥的努力 這個遊戲就是這樣才好玩四 玩排兵佈陣阿 各位有預講不到的流派出現了 我是小春 咱們下次再見 掰掰 by bwd6